现在我们来进行这个拉伸动态的绘制 我们接着上一列 然后将这个图形复制一个下栏 然后我们在这个参数里面 我们选择这个线性 我们选择这个右端 左端的这个数字的线端的终点这里 然后终点我们选择这个右边的数字线端的终点这里 将上方放置这个标签 我们在执行特性命令 确定这里有个选择对象 点击它 然后再选择我们刚才绘制的标签 确定在这个集值这里 直击这里 我们这里最小距离输入80 最大距离我们输入是100 那这里其他里面有个假点数 我们选择一个加点 关闭这个特性选项板 在这个动作里面 动作选项板里面 我们选择拉伸 选择我们刚才绘制的标签 提示我们选择参数点 动作观念的参数点 我们选择右边这个点 然后再提示 提示 拉伸框选的第一个角点 我们进行框选 做一个框 然后这个框进行拉伸 然后再确定 我们再选择要拉伸的对象 从右下方向左上方进行框选 然后再确定 这样我们的拉伸动态块就已经绘制好了 然后我们点击保存块 再点击测试块 进入测试编辑器 我们看一下 刚才绘制的这个动态块 有没有成功 这里点击这个动态块 出现一个三角形 我们点击这个三角形 我们看到 它能够自由的拉伸 在80到100的范围内进行拉伸 我们关闭这个测试窗口 现在这个拉伸动态块的 就已经绘制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